今天我們看看它 主要今天我跟大家看的就是他們的價位是怎樣 中國電訊728 走勢很好 周線圖上面是升穿了保力加通道的上族 因此如果你要買 又要覺得電訊股是好的話 可以考慮追這一隻 因為這一隻是零買當頭起的 零買當頭跌 那這一隻就很明顯在這裏 就已經升穿了之前的這些高位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底 兩個底 三個底 當你當 於是按照量度升幅 那就可以去到這裏 那即是怎樣呢 都不是很高 即使以前的時候 在四元雞那裏賭 是不是 這四元雞那裏賭 因此 在這點裏面 投資者如果將來的電訊股真是好的 那現在它走勢好 你可以考慮它 在日線圖上面呢 就有少少少不同了 似乎它去到這裏 受到保力加通道的上族 受到阻止 不是升穿 阻止 這是很必然的 升了之後這樣 那之後呢 它可能會退下來 那我自己覺得 在這點呢 不需要太大問題 一樣位是延價去買 那阻力呢 就在大約三個二度 那支持位是兩個九度 兩個九度 就是這個中軸 兩個八豪四 你再繼續過兩天 就上了兩個九度 那時候之中呢 在這點裏面呢 上面可以看多少呢 首先看著三個二 再其次呢 就看下 就會是看回三個半的了 三個半 或者去到四元計 所以 三隻電訊股來講 以今天來看的排面 中國電訊 似乎是較好一步了 是